小猪佩奇还在睡觉呢 猪爸爸来叫他起床 佩奇,你今天要上舞蹈课哦 赶紧起床吧 好的猪爸爸,我就来 先下楼去吃个早餐 就在厨房这里 坐到椅子上 哇,猪爸爸做了面包和鸡蛋 佩奇首先吃了一个鸡蛋 还吃了一个面包 好喽,可以去上学了 过来坐猪爸爸的车上学 让猪爸爸来开车 好了,到学校了 先让佩奇下车 猪爸爸可以回去了 嘟嘟,大小车来了 一,二,三,变形 哇,变成了舞蹈教室 首先把客桌摆在这里 还有椅子 客桌 椅子 佩奇就坐在第一排吧 苏西坐在第二排 苏姨坐在苏西隔壁 乔治坐在佩奇隔壁 哎呀,乔治坐稳了呀 今天是林阳老师来上课 同学们,待会儿我们一起去量下身高吧 首先让苏西出来 还有苏西隔壁 还有苏姨也出来 小猪佩奇也出来 最后还有乔治呢 就在这里排队 先来帮佩奇量一下 嗯,佩奇的身高合格 再帮苏姨量一下 苏姨的身高也合格 还有小猪 还有小猪乔治 哎呀,又摔倒了 嗯,乔治太矮了 最后一位是苏西 苏西的身高合格 好了,我们可以去练武了 让佩奇站在中间 苏西站在右边 苏姨站在左边 开始咯 好啦,练武结束了 佩奇也要回去了 苏姨也回家吧 好,好呀 嗯,好呀 好呀 好,来你想一下 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